Hello 大家好 朱春奴 千奇百趣 誰救我趣 走水大家都知道 走衛生巾 走刺身 走金魚 都不夠趣 朱海海關近日在拱北口岸 查獲17隻瓶危物種的活龜 這期走龜 11月17日我們看CCTV 一名男子經拱北口岸 鋁檢大廳海關無身報通道進境 現場的官員將他截停 從他攜帶的奶茶保溫袋裡 查獲兩個奶茶杯 杯裏國裝有一隻背甲呈黑殼式 帶有金黃色螺旋斑紋的活體烏龜 並在他的手提袋裡 查獲其餘八隻龜 我們運到遠來來 你看這隻龜的龜頭 硬了 運了那麼久都那麼精神 龜的生命力真的強勁 之後三分鐘海關又截查另一名入境男子 發現他以同樣的手法 通過兩個奶茶杯和手提袋 共攜帶7隻活龜 由於兩個旅客無法出具任何授權證明 海關扣查的龜並送他鑑定 請就外果園貓山王回來了 講起就覺得好和味 接下來很快翻一水 有貓山王觸腳XO夢中情人 小甜甜和胡蘿 加價比上次更便宜了抵食 一折下來馬上空運來澳門 新鮮即食 有興趣就快快手加群落單 打電話都可以 這一水明晚就截單了 另外外果園還有好好味的手工聖誕曲奇禮盒 歡迎預訂 經過龜仙人鑑定後 十七隻龜都是豹民綠龜 是瓶危野生和植物種 國際貿易公約負六義所列的瓶危物種 沒有授權書 不能隨便帶出入境 這單案可以看到 水客的業務範圍非常廣泛 亦顯示內地非常富裕 我們的土豪中產人士 可能封得內滿滿地 要找些小寵物陪伴一下 調整一下沉悶的生活 所以有需求都不一定 龜伯海關提醒 旅客攜帶或郵機瓶危野生和植物 和製品進出境 必須經國家有關行政主管部門審批許可 持有貧管部門出具的證明 以及相關國家或地區官方出具的檢疫證書 並且要主動向海關申報才可以帶下 未獲得證明文件的 禁止攜帶進境、非法進口或出口 或以其他方式 走私這些物種或製品 要受到法律處罰 情節嚴重、構成犯罪家 並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不過真好奇 不知多少錢帶一隻 和水客怎樣處理呢? 這集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的視頻 還沒截圖以為 謝謝